说这就是不规律的 哎呀 这个非常漂亮 你说它怎么漂亮吧 它是不是一个鼻子 它有两个眼睛 它中间是隆起的 两边是发现的 一个鼻子两个眼睛 所以那就说 这是远视加散光的 所以如果这个呢也是 这个散光可能也更厉害 它这个深度更大 它这个调更明显 所以你通过这个 这个人看得挺好 脑子也很好 那边蜜也很好 就是在整个摩尔和鹅这个地方 就像一个鼻子 我戴了两个眼睛一样 是吧 所以你就看出了 这是趋光不正 趋光不正 这是真的非常好的这种照片 所以有的这个鼻子可能就更长 鼻子在短的 哦 那是近视 鼻子长的就是一个远视 那你看这个人 那你看这个人 这个人他又不是不规律的 你说他是调索呢 还是片状的增生呢 他又是挖度不平的 又是有色素沉着的 又是有挖线的 所以这个人肯定这个人是年纪是比较大了 所以说明他这个 他有腰椎的病变 那么由于他这些腰椎的这些病变 像这种情况很难说 他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他一定有 过去他有过外伤史 所以他形态学的这些变化 这是不规律的 哦 那你再看这个 这个 这就是一个小鼻子 两个小眼睛 一个小脑门 这就一个像小狗的face 狗的face 狗的face 哦 这小鼻子小圆鼻子 哦 这又小里 可这鼻子不长 那我就说 哦 你是近时加三光 那你长鼻子你一定是远时 这个鼻子很长的就是远时 这鼻子很短是近时 哦 那你看这个墨二 好 所以你要治疗眼睛疾病 啊 近时三光 弱势 大半卫生 复势 你是不是应该吃掉这架血呗 那你不能说我贴一个吧 one two three 我贴可能得贴四个 放血啊 木二 是吧 胶杆 胶杆这个血呗它可以调节你的结状肌 所以你的近时 它就让你让雨放松 像圆的方面就调整 所以木一是青光 这就是治疗这些散光